我們V加爾灣區二手王頻道 除了有二手樓盤之外 還有一班有活力的年輕人 親身體驗灣區生活給你們看 超精彩 記得訂閱、分享和按LIKE 不要走 我穿衣服帶你們打籃球 浸溫泉 吃龍家菜好不好 好 不要走啊 跟我來 這邊 吃龍家菜 吃龍家四股炭 吃龍家菜 吃龍家二層 吃龍家三股炭 吃龍家 NS 吃龍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上 鏡頭拍攝 全部都是年輕人 今天更加成員 阿Lulu 做甚麼 她很斯文 香港和內地都差不多 早上的年輕人都不太精神 大家都笑 為甚麼 昨晚幾個小時睡 九點多 九點多 大家信不信 今天全程有熱鬧 今天我帶所有的年輕人 來體驗一下 在大灣區整天的生活是怎樣的 假期 澳洲 內地經常在這裏喝 香港有沒有去過香港喝早茶 香港喝早茶 沒去過 沒去過 OK 你覺得在這裏喝早茶 吃點東西和環境 跟香港有甚麼分別 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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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詩呢 豪華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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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豪華 樓底這麼高 香港找到幾間酒樓 有這麼高的樓底 給你喝茶吃飯 也有的 但可能不知道多少錢和蝦餃 澳洲 澳洲 Lulu 澳洲有沒有去喝茶 有的 也有 跟這裏有甚麼分別 澳洲去銅銀餐館 我好像沒去過 澳洲好像沒去過喝茶 都多人 都多人 有沒有這麼大 沒有這麼大 絕對 那味道呢 那些食物呢 合口味 我初初十多二十年前進來 內地 喝茶的點心 是兩回事 跟香港的 但現在呢 我就覺得很接近了 你吃鳳爪 鳳爪最難的 蝦餃最難的 你們剛剛來 你們覺得呢 味道 製造 外形 蝦餃皮很薄 很薄 跟香港 OK的 香港沒有 香港差一點 香港差一點嗎 哈哈 吃了一點 吃了一點 是不是 覺得這邊的水準還會高 比香港 可能我帶你來 好一點的地方 哈哈 哈哈 香港 坦白說 喝茶都有點高 有點低 這裡都一樣 我招呼你們 當然是帶你們來的好東西 哈哈 我們這裡 就是恆大的全都 今天我們要過來這裡 其實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和你們大家 籃球比試 不要往比賽 比試 打籃球 因為對面有個體育館 上次我來拍片的時候 我看中了體育館 那我就有一條傻子 去玩 一起去玩 待會兒 打球 打球 運動一下 因為年輕人 當然多些運動 發洩一下 現在早上 喝個香港式的 飲茶 吃飽飽 然後過去玩 然後適合一點 我就去做直播了 你們可以去一個溫泉 Jams來一次 帶你們去溫泉玩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晚上再回去酒店 今天拍給大家看 一個年輕人 一整班年輕人 一天的大法區生活 究竟是怎樣 開不開心 好吧 繼續吃點心 待會見 拜拜 OK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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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on Oh, oh, yeah Yes, oh, oh, yeah Oh, oh, yeah Yeah, the one and only Pria 80 on the track, yeah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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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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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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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其實是非常難得 你想想 我想想 我兒子James 和Kit 我和James 隔離14天 另外創業2 C和Anthony 隔離21天 另外還有Lulu 在廣州隔離 廣州遲一段時間 你知道疫情是出不了 我們網紅隊 和大家在一起 把這三批年青人 其實他們分別的背景是甚麼呢 背景是香港 即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年青人 有去過澳洲讀書回來的 有澳洲讀完大學回來畢業的 OK Lulu 她本身是廣州人 去到澳洲讀書 和我的兒子是同學 因為疫情的原因回來 未畢業的 在廣州 我又邀請他們下來 OK 我們兩位創業2的 香港土生土長的年青人 進來大灣區尋找空間 尋找機會 亦都有我們網紅隊 這麼多位 年輕子女 加盟了我們V家 去做很多地產方面的工作 其實我今次 將他們大家組合在一起 我是看他們 這麼多不同背景的年青人 究竟在現今這個世界裏面 在一起 在大灣區 究竟其實 會怎樣呢 其實是一個問號 我也不知道 大家合不合得到 融不融洽 甚至之前我很傻 之前我想了很多 怎樣破冰 會不會他們不聊天 或者大家合不合不入 言語溝不溝通 因為大家背景都不同 會不會合不合玩 我經常叫年青人合不合玩 我甚至想了很多方法 會不會把他們拉在一起 但原來我的擔心都是多餘的 因為我看到他們這麼多年青人 這三天裏面 Lulu 還要第一次見面 很快地 原來這些年青人 已經融合在一起 玩得很開心 有時甚至不用理會我 博士你回去睡覺 兩天三天裏面 我看到他們很開心 很投入 也很乖 所以我非常感動 因為我想歷史上 是未有人 真的帶著一批年青人 進來大灣區 去生活一下 拍給大家看 所以這一集是非常珍貴的 歷史上就是我第一個 我是想全世界 藉著這個互動 讓全世界看到 現在內地的生活是怎樣 內地的生活 不單是退休 或者中年 或者做生意 原來年青人進來大灣區 不同背景的 其實他們又怎樣生活呢 都給大家多一些很實在 很貼地的知識 和一個情況給大家看到 我講少許片段 為何這麼感人 因為我們又浸溫泉 又去玩小型賽車 我們玩了很多遊戲 當然 當時我在想 究竟他們進來大灣區 帶著這麼多年青人 有哪裏找一個地方 可以讓他們 整個年青人都適合玩呢 所以這次我選了 江門欣平這個地方 其實這三天內 我們其實去過兩個地方 中間因為我要做直播員 我都帶了他們去 這個叫做恆大的全都 我們在全都室內籃球場 打籃球 我們都有浸過全都溫泉 所以一天浸兩個溫泉 浸完全都 晚上我們就浸這個全林小鎮 因為大家都在欣平這邊 其實大家的距離都很近 一起浸溫泉 打球 駕駛小型賽車 所以他們後來都跟我說 博士 我問他們 你最喜歡玩甚麼 原來最喜歡玩小型賽車 和打籃球 都是那些比較精力充沛的東西 運動力很強的東西 穿曬岸 很累 我看他們玩得很開心 還有吃東西 很有趣的年輕人 他一邊吃東西 一邊玩遊戲 玩那個什麼 猜 誰是臥底 誰是臥底 攝影師也玩了一份 誰是臥底 我身為這樣的年紀 其實我都學了很多東西 例如年輕人的名詞 玩甚麼遊戲 其實我都覺得有點歪了 還有最特別的地方 在玩遊戲當中 原來是學習到 兩邊是學習到大家對方的文化 例如我兒子三個同學 他經常在澳洲飯 就經常開著喇叭 聽聽英文歌 他們玩一些 剛才說的 瑞士領袖 瑞士臥底 原來他有些名詞 有時候香港人我們不知道是甚麼 其實兩地文化大家都不熟悉 但他們之間的友誼是建立出來的 包括有時候晚上回到酒店一起打牌 一起喝啤酒 聊聊天 聊天 所以我根本完全不需要刻意去 拉入他們 他們已經在這三天內 已經融合了 我根本完全不需要刻意去 非常開心 我都證明了一件事 其實沒有事 其實你不同地方的年輕人 哪怕是香港和內地 甚至是去外國讀完書回來 吸收了很多外國文化 或者外國讀了大學回來 其實大家都是一家人一樣 都可以很快融合 互相都尊重 大家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都放下心頭大石 我覺得這次這樣的組合 是真是很開心 所以非常之感動 當時我在想 究竟我找過甚麼地方 可以給他這麼多東西玩 所以我當時就選擇了這個地方 來到這個全林小鎮 其實潛淵小鎮之前我都經常來 上我腦裏面 當時一閃 如果大一萬年輕人 三天兩夜可以玩到瘋子 可以玩到很舒服 其實我就想到這個地方 其實他這裏 我今早就拍到 他都有籃球場 不過是室外 但仍是很漂亮的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我未去完 雖然我來拍了很多條片 例如今天來這個濕地公園 是我第一次來的 原來是超美 是超美 所以大家下次開了關 一定要過來 或者我的旅行團 我都會帶大家來這裡 休息一下 他們叫做休息一下 他們叫做休息一下 我們叫做休息一下 OK 也有很多小朋友在玩玩 大家看到景色很漂亮 有湖 有美景 絕對是一個正的打卡位 待會我先叫小鎮 也有航拍給大家看 所以這個 在內地其實都有很多類似 我叫做文女的項目 即是可以玩水信樂園 我們有玩過水信樂園 很多東西可以玩 所以其實大灣區 絕對不是單止我們中年人 或者退休的人士 來這裡去過退休生活 其實就算你是年輕人 來到大灣區 你找工作做或者創業 都是大把空間 來生活、來玩、來吃、吃、喝、玩樂 也是大把空間 你不要覺得進來這裡很老套 東西很滿 吃東西很髒 有什麼地溝油 不要聽別人說 不要聽別人說 玩的東西很落後 不安全 很髒 很老套 其實完全 我拍攝給大家看 整班年青人 剛才我都叫他們各自去分享 晚一點大家去看看 他們親身的經歷 親身體驗 一會兒 我叫攝影師 就他們這麼多位 今次來玩了三天 我叫他們去分享一下 自己玩完之後有什麼感覺 我沒有限制框架 每一個人叫他們 這位市警司找個位 麻煩你講講你的感受 都讓我們觀眾去理解一下他們 好嗎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 已經是我們最後的行程 我們又各自回自己的崗位做事 但這幾集是非常珍貴 因為歷史以來 我之前都不見不到 有任何人去拍類似 帶著年輕人進來 體驗大灣區生活 今次我已經做到了 而寫這些片是很珍貴 我都希望大家 看完之後 都多些轉發出去 因為讓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原來年青人進來中國 進來內地 其實都有他們的空間 都有他們的天地 不要說到這麼遠 進來什麼做生意 你起碼 如果慢慢疫情過去之後 我真的衷心希望 我們大家 我們大家身邊的年輕人 你都希望他們能夠 進來這裡 好像他們一樣 進來開心一下 玩一下 見識一下 看看現在內地的情況是怎樣 就不要單單單在其他地方 拿著手機拿著電腦 聽人講 聽人講 全部都聽人講 為什麼全部都聽人講 很多的留言 很多的留言 有很多時候都來挑釁我的留言 通常我都發一句話 你是不是主人 就是說 人家買樓 人家說 血本無歸 我問你是不是 你買了一層樓 血本無歸 我不是 我問我百分之一百 留言的觀眾 如果去挑釁我的 都是這樣的 我又說 聽說什麼 吃地溝油 我問你是不是來這裡吃飯 吃過地溝油 我說那些溫泉很骯髒 我問你是不是來浸過溫泉 你浸過溫泉你覺得很骯髒 聽人講 網上有人講 全部都聽人講 不要聽人講 好嗎 不要聽人講 自己去體驗一下 體驗完 好便好 不好便不好 是吧 照直說 大家 無需遮掩 好像今次我帶你進來玩 全部都給你自由玩 我無需有文武安排 很開心過幾天 也多謝很多觀眾 看我們 我在這幾集都講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繼續支持我 怎樣去幫助多些年青人 或者帶領多些年青人進來 去體驗多些大灣區的生活 好嗎 這是我 最近我要做的使命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走這個方向 給多些年青人知道 多些我們大灣區 現在是怎樣的情況 好嗎 記得多些轉發出去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